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感谢回来 本期我们再来聊聊雍正王朝的一个桥段 雍正王朝中 八个印寺通过右审萧国新 得到了太子印仁的一系列罪证 并连夜进宫将此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 拿到萧国新供辞的康熙彻夜难免 之所以难免 是因为太子印仁是他最喜爱的皇子 是第一任皇后 贺舍礼氏所生 康熙与贺舍礼两人感情非常深厚 可是红颜薄命 生下印仁后便崩世了 康熙便把所有的爱 都灌入太子印仁的身上 所以对于印仁所犯的错 他心中充满了愤恨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康熙来到了上书房 并遇到了值班的张婷玉 他是个非常心思缜密的人 从脚步声就至康熙驾到 便跪下迎接 然后 康熙再见到张婷玉之后 并没有说出关于太子印仁的事情 而是聊起了张婷玉儿子的病情来 之后才将肖国心的供词 交给了张婷玉 而拿到这份供词后 张婷玉也是直接复之一句 那么康熙为何先问 及张婷玉儿子的病情呢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而做事谨慎的张婷玉 为何敢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 要将肖国心的供词烧毁呢 这可是死罪 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解读和分析下 肖国心是刑部的唐官 属于太子势力范畴 他的供词让康熙皇帝 依然是怒不可遏 刑部发生了 以前买命的荒唐案件 可谓是举国震动 毕竟 那个时候一直奉行着 人命关天的思想 因而也只有身为天子的帝王 才能勾绝犯人 决定其生死 就连消极代工的大明朝皇帝 勾绝人犯都是皇帝亲力亲为 而如今却出现了这样的案件 直接造成了极为负面的舆论影响 动摇了皇权统治的根基 于是 康熙安排了八阿哥硬四和十三阿哥硬祥 共同审理此案 是要将一切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 八阿哥硬四之所以会主动向康熙要求 接下这份差事 除了要在康熙面前表现出自己热心朝政 同时 也是另有目的的 刑部出现冤案 暴露了整个国家司法行民系统的 独职与腐败 而身为主管刑部 以及整个国家司法行民系统的太子应仁 可谓是难辞其咎 于是 硬四希望通过彻查这桩案件 不仅要将应仁牵连其中 更是希望借此掌握应仁更多的罪证 让康熙对应仁彻底的失望 而他也可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机会 十三阿哥硬祥陪同审理 但谁料到硬四暗地里打着康熙皇帝的名义 又审了萧国心 从而拿到了一份足以将太子应仁置于深渊之中的证词 只不过 硬四并没有将其公之于众 而是连夜进宫将这份供词交给了康熙皇帝 而硬四之所以这样做 一方面是考虑到此事过大 一旦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自己也会被牵连其中 这是硬四所不希望看到的 于是他将所有的压力和责任推到了康熙一边 自己则是等着坐收渔翁之力 而另一方面 硬四此举也是在向康熙展示自己的大局观 以及对于康熙的尊重 以此来讨好康熙 只不过 另硬四没有想到的是 康熙竟然采取了一种近乎于冷处理的方式 迅速平息了此事 康熙以张婷玉儿子的病作为话题 实则是在对张婷玉进行暗示 康熙彻夜难眠 便来到了上书房之中 见到了还在连夜办公的张婷玉 并就此对张婷玉儿子的病情进行了询问 你孩子的病好些了吗 康熙作为帝王 关心属下的病情 无形中便拉近了与张婷玉之间的距离 同时也会令张婷玉倍加感动 明天到太医院 让他们派人给横城的儿子看看病 要什么药 就到大内药房去拿 康熙安排太医进行诊治 并提供大内药物 这样一番话无以体现出了康熙皇帝 对于张婷玉的重视 紧跟着 康熙皇帝话风一转 原来康熙皇帝虽然之前一直在说 张婷玉儿子的病 可实际上 他的真正目的是在说太子应仁 他是在借张婷玉儿子的病 来暗指应仁也病了 只不过 张婷玉的儿子是身体上的疾病 而应仁却是心里面有病 可对于康熙来说 他却不想就此放弃应仁 而这也在他的这番话中 向张婷玉暗示了出来 看着他们平平安安的成人男 这是在说康熙对于应仁的抚养 应仁出生的时候 他的生母难产去世了 所以应仁是被康熙亲自抚养长大 特别是在应仁幼年初天花的那段时间里 康熙更是放下所有证物 全力照顾病重的应仁 这些都是其他任何康熙皇子 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应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被康熙看着长大的 教他们堂堂正正的做人男 这是在说康熙对于应仁的教育 康熙除了为其挑选了张英、李光帝、汤斌、熊次吕 等当世之大儒为老师 教授其儒家经典之外 康熙更是时刻将应仁待在身边 传授其治国理政之道 并多次为以监国重任 让其充分实践 由此可见 为了将应仁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康熙耗费了自己的半生心血 指望他们光大祖业就更难了 这句话看似康熙是在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 可实际上 康熙并没有想要放弃应仁 因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 康熙虽然知道很难 但还是要指望应仁 来光大祖业 因为他舍不得放弃应仁 更不希望看到自己此前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全部化为乌有 于是 在完成对于张廷玉的暗示后 康熙皇帝将萧国兴的证词交给了张廷玉 而明白了康熙皇帝意思的张廷玉 二话不说 直接将这份供词复之一句了 张廷玉的做法 既保全了应仁太子之位 又保全了康熙皇帝的颜面 张廷玉之所以要将萧国兴的供词烧掉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这份供词是八个应四成报上来的 因而压力也随之全部到了康熙皇帝身上 而康熙也必须要对此有所回应 可如今 证据被毁 且没有备份 这样一来 就使得康熙皇帝卸下了这份压力 其次 这份供词如果一经曝光 将对应仁产生极为致命的影响 同时也必将引发潮局动荡 这样的情况是康熙所不想看到的 张廷玉此举 无疑是对应仁给予了充分的保护 再次 这份供词终究是对太子应仁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为了保证太子应仁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 只能将其复制一句 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 即便是康熙皇帝日后也不能再拿这份供词说事 而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张廷玉最后还补了一句 臣并未看到有什么奏折 臣也希望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奏折 康熙皇帝也瞬间体会到了张廷玉的良苦用心 于是立马做出了如下安排 其一 让突立琛将肖国心连夜送往宁古塔 就此消除了这件事情最为关键的人证 其二 康熙亲自下旨结案 算是对此事进行了盖棺定论 从而表明了不希望有人再次提及的态度 其三 罢免了太子应仁的亲信司马上和皇体人 借此算是给应仁以充分的警告 其四 竟封八个应四为连郡王 一方面是对其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的大局观的表彰 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进行安抚 希望其见好就收 不要继续牵扯出其他事端 而这也算是给予应四的封口费 让他从此守口如瓶 正如康熙对张廷玉所说的那句话 你说你儿子的病很难好了 朕这个儿子的病只怕也很难好了呀 尽管这一次 康熙皇帝再一次包容并保护了应仁 可他的心中确实充满了愤恨与不满 而这也为他之后再热和的一废皇太子 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张廷玉是清朝唯一一个 做到饱和殿大学室的汉臣 他横跨康庸前三朝 康熙朝张廷玉算不上康熙最为倚重的大臣 他在康熙三十九年重镜时 康熙四十三年 入职南书房 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 本是康熙帝读书处 则辞臣裁品兼优者入职 称南书房行走 市讲学士张英 内阁学士高士奇 作为典型的代表 进入南书房的大臣均是皇帝的亲信 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 康熙朝随着削减义政王大臣会议权力 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庭 南书房随时呈旨出赵行令 权势越来越大 一直到雍正朝军机处建立后 军机大事军归军机处办理 南书房官员不再参与机务 其地位有所下降 张廷玉得以如此之快 得到康熙的宠信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才能 更大的一方面因为其父亲张英是康熙的宠臣 之后在康熙六十年 受吏部左侍郎兼汉林院学士 从二品官职 虽然深受康熙喜爱 但还排不到前面 康熙朝末年 康熙比较倚重的大臣为 马齐、李光帝、张玉书、陈廷靖、萧永早等重臣 而张廷玉真正展翅高飞是雍正朝 雍正七年 清军大举对西北用兵 于是设立军需坊于龙宗门内北侧 雍正八年改军机处 以张廷玉、蒋廷熙、马尔赛 入职办理一切事务 至此张廷玉进入最高权力中枢 并规定大臣陈奏 平常事务使用奏书经由通正司地上 交给内阁拟址处理 重要事情使用奏折 经由奏师处地上 交给军机处拟址 皇帝亲自阅览 朱笔批示处理 从此以后 内阁全力向军机处转移 成为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 所有机密大政交于军机处处理 大学士必须充当军机大臣之后 方能参与处理国家政务大事 同时 清朝设立大学士 雍正年间以饱和殿大学士地位最高 雍正六年 雍正帝念张廷玉日式内职 自朝至暮 不敢退 晋升他为饱和殿大学士 雍正十三年 雍正帝并危 临终前 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 大学士厄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 一照赏赐张廷玉配享太庙 至此 张廷玉的荣宠达到了巅峰 乾隆朝 由于乾隆希望提拔自己的亲信 便不断打压张廷玉 甚至消去他的爵位 罢去配享太庙的幽容 乾隆二十年 张廷玉足于家中 乾隆帝最终仍尊卿逝宗遗诏 命配享太庙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